豆腐皮卷大家都爱吃 卷的是什么呢 您看 卷的是切好的 胡萝卜丝 黄瓜丝 还有香菜 那么这豆腐皮我们从市场买回来之后 您记着 高锅里的开水煮两分钟 拿出来之后您把水晾干 稍微这样凉一些 因为我们要蘸酱 今天唐大厨就教您一道 非常简单的在家里做的 蘸着豆皮卷吃的鸡蛋炸酱 首先第一步 我们先把这个豆皮刀卷上 切成长一点的 然后卷完之后呢 我们到这里给切成段 来 我们当中切一刀 然后我们黄瓜从一面卷 胡萝卜 香菜呢 尽量用带叶这块 最好 然后你看啊 我们就可以把它卷起来了 我们先一个个的把它卷起来啊 放到盘子里 锅内放入适量的油 放入少许的姜沫 葱花 用这个中小火啊 慢慢炒香它啊 出了香味之后呢 来 我们把这黄豆酱放进来 就慢慢的小火啊 来炒 大概炒这么两分钟啊 锅内的酱啊 都冒泡了啊 香气也都出来了 这时候我们把打好的鸡蛋啊 倒到锅内 然后呢 慢慢炒 好了 关火 好了 我们把它 装到碗里 好了 我们把这个豆腐卷啊 拿过来改刀 看 我们码到这个碗的边上啊 豆皮卷就做好了 如果你喜欢呢 请给唐大厨点个赞 Med上套 给吉他 来小位 篩 吴